台湾教育部继执司科长张慧文 率领的台湾科技大学的代表团 到韩国来参加研讨会进行交流 他认为韩国的教育部 在推广国际招生这个部分 和台湾有许多相似之处 因此希望未来两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教育部目前重要的政策之一 是为我们的招收境外国际学生的一个计划 在这个大计划之下 有一个小的计划是东南亚专案计划 这个东南亚专案计划目前是由技职师负责 技职师已经带领了非常多的大专校院 往东南亚国家去开发 主要的有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等 除了这些国家之外 技职师进一步在由台湾教育中心的规划之下 我们这次也安排了到了韩国的 做一个参访 在这次藉由我们跟他们 韩国教育部的整个参访的对谈中 我们发现到韩国的教育部 对于跨出这个国际这一块 也有他们一个蛮跟我们雷同的想法 我相信将来在未来 韩国跟我们教育部互相的合作之下 一定能够为我们的高等教育 往国际去推出 跨出一个崭新的一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